我们这个片段聊一下特斯拉Model Y降价的问题 中美有很多地方很相似 这都是大国 然后像住宅的方向 我们看中国应该说会越来越往美国的方向上靠 可能我们并不是住别墅 但是大平城啊 我看很多小城市已经开始慢慢的普及 就是一般的家庭也会住那种很大面积的房子 虽然说并不是别墅 但同时车方向我觉得也很像 中国是SUV 美国是皮卡的方向 就是带斗的这种车 但这种在中国被列为卡车范畴 很多地方的城市道路并不允许上 但是并不影响我们追求这种大车 大house大车 所以中国的SUV最近十几年来 这个销量不断的创出新高 比例也在不断的扩大 但是我们要说 这个哪怕是中国的造车新势力 这个SUV也不完全是 比如说小鹏他有推P7 特别特别是这个特斯拉 他之前还是往轿车 往这个方向上走 但这是一个错误的死路 只有SUV才能真正的卖的最好 所以这个Model Y 现在是真的会引起一个大规模的扩散 就是他扩散什么呢 将会抢占BBA的市场 将会抢占合资车的市场 那同时我们看在这个理想未来小鹏 他们之前的表态里面 他们是比较热见表面上 表面上比较热见特斯拉来中国 上海设厂 然后生产的 因为这样可以扩大整个电动车领域的影响力 但是我想他们应该不会想看到 Model Y能够以这么凶狠的价格 降到27万比这商家的 加权的价格我感觉是要低的 比如说像蔚来 他的ES6 S8 都是在30多万40多万的这个价格水平 那这个特斯拉直接就干到了27万 降了7万块钱 那好我们就不说了 我相信整个背景大家都会很熟悉 就是整个电动车会不断的扩大 然后特斯拉会给这商家很大的压力 是不是 那我们就先说几个数据 理想未来小鹏 在过去6月份就上个月 他们的汽车销量是怎么样的呢 理想卖了7800台 然后他只有一款车 理想旺 蔚来卖了ES6 S8 然后我们看他一共卖了7777台 然后小鹏卖了6600台 真的是这个排名前三 底下的哪吒呀 领跑啊 威马呀 你像领跑有一段时间 我感觉他就已经快造不出来了 但是真的是一个时代的机会 重新复活满血复活 这个卖了3900台 然后哪吒4500台 但我们看这个 包括特斯拉 包括说这些车啊 主要集中在20万到40万的这个价格区间 这个区间是BBA的市场 奔驰宝马奥迪 我们看到BBA啊 我想在未来一两年 会相比前面三四年 同比这个销量可能会跌去50% 甚至更多 我估计50% 这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有些大家聊车 已经很少会去提BBA了 是吧 这是其中一方面 我们也说了 大家也清楚 那第二个方向 我重点想说的是 就中国有很多合资车品牌 这合资车啊 它是其实 它成长到现在 应该说是一个 是不像 旁浪大物的 很奇形怪状的一个东西 因为它相比 这些合资车 他们的母公司来说 他们所在国的母公司来说 包括相比这些造车新势力来说 他们的产权显得更加的模糊 而且这个利益显得更加的 也不能说复杂 但是让人觉得不清晰 比如我们看宝马公司 之前从49%提高到了75% 这个是中国市场对外资的一个承诺 但是有的就卖的不止大一些 像宝马走得急一些 有一些不止卖的很慢 现在估计也来不及想这些事情了 他们应该首先想这个电动车的 这个转型的问题 但不管怎么说 对一个市场啊 在做合资车这个设计的时候 利益设计的时候 实际上中国的汽车市场能做的多大 当时并没有人知道 这几乎是在2000年之前全部完成的 但是中国汽车市场在最近10年 基本上销量都在2000万台到3000万台之间 这么巨大的一个蛋糕 大家心里其实彼此之间是有猜忌的 就觉得哎 这个中国的很多车企觉得 这个外资拿的越来越多 因为我们自己的技术成熟了 同时你们拿了那么多 而且还在打压我自己研发品牌的这个动力 而且可能还阻碍了我这个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 而外资会觉得你们都是拿着我的技术 把这个合资车养大的 同时我还要给这么多的蛋糕分给你们 不管我怎么努力的干 那么有50%利润总是归于你 所以双方有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我想在未来几年 特别是随着这个电动车的崛起 这些合资车 我想他们未来可能会面临很大很大的问题 就整个利益的转向要发生了 我说这么多 大家可能觉得好像听起来 没有那么明显的利益冲突 我们就说他们的名字大家知道了 比如说华晨宝满 比如说一气大众 比如说这个上汽通用武林 这名字是不是很别扭 比如说东风雪铁龙 比如说广汽丰田 然后很多车实际上是几家 跟国内几家公司都有合作 所以这里面的话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然后我们说这只是名字 奇怪利益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大 但我们想一下 就我们刚刚提的大通用汽车也好 大众汽车也好 在中国跟这些合资车 这很多合资车动辄年厂量就是百万台 甚至三四百万台 你像上汽的话 就是这种大几百万台的这种水平 真的是蛋糕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而背后我们再说直白一点 有多少的产业功能 中国的汽车产业功能有多少 那都是围绕这些合资车 传统的合资车企 在这里进行生产的 但他们现在未来转型之后 这个转型是很剧烈的 他不是说确实他们这些厂商 自己也有推电动车 但是他们有特斯拉这种 一把降七万块钱很吗 他降了之后 另外三家我们刚报的这些 理想未来小鹏哪吒 领跑威马 高和天际爱慈 金康赛利斯 有他们动作快吗 这些是新势力 新势力我们知道就是非常粗暴 在跑马圈地的时候 他们可以拿到极多的资本 是吧 还有什么 我们知道国内还有几十家 我们说这是一个大泡沫 几十家这些汽车企业都在跃跃于市 华为啦 这个滴滴啦 阿里腾讯全部都说要造车 小米啦 苹果啦 这个FF啦 这些全部都说要造 都要造车 然后我们看到是这种 上千万人 几千万人的就业 将发生根本的改变 也许是一次简单的腾挪 但是背后 从工资谁来发 哪个国家来发 哪个合资 哪个合资车企业应该倒闭 这些就是未来几年就要发生 大家觉得有 降个七万块钱好像没什么 其实这背后的利益大了去 是不是 这么多人的就业 这么多资金的流转 包括说背后的配件 包括背后的4SDN 全部都要全盘洗牌 对吧 这还是一部分 然后我们再说一部分 那背后的这些国家 日本跟德国 我感觉受伤会很惨重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 国产的品牌也好 还是说特斯拉也好 这是中美之间的竞争 对吧 日本跟德国明显动作慢了太多了 对吧 现在我们现在在说碳交易的问题 对吧 这个特斯拉 他2020年的这个利润 主要来自于这个碳排放的 这个指标的卖出 获得了20多亿美金 那这些 世界的规矩是谁定的 中美定的 所以中美可以抢够最多的产业结构 而日本跟德国将来的这个运势 就是不断的往下跌 所以我们前面说的这个问题 如果一旦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 我觉得可能心事很大的 而且我们说了 就是最近这段时间 风力就很大 日本跟德国 可能很难就再 再很难爬起来了 或者说他跌一次 就是摔一次 他不像我们小孩 跌一次摔了一下 马上这个就涨好了 他就是60岁70岁 80岁90岁以后的老人 跌一次 起来之后 就算能起来 就再差了一点 又跌一次 再起来又差了一点点 每一次的金融危机 每一次的衰退 每一次的萧条 这些国家背后的这个 就会不断的被洗牌 这是又是一次利益的洗牌 然后我们再说 还有利益洗牌 很多朋友说 这些跟我没什么关系 这个我又不是汽车产业功能 我们家买台车 反正也不动就那样 我们来说一下 咱们家那台车 咱们家那台车 我们知道 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 他一般说两年到五年之间 不是做什么特别大的生意 也不是说很多车 一般会两年到五年之间 会考虑换一台车 因为可能做生意的话 你跑的也比一般的家庭多 还有一个你资金流转大 有时候可能腾挪一下 资金不是很差 就会考虑换车 更多时候就是为了一个面子 所以说两年到五年 特别是两年之内 就要换一台车 对很多人说 这个别人觉得你这个做的还不错 但是我们说 一般的家庭可能不会这样换 但是现在问题就在这里 以前我们觉得买一个BBA 对于一二线城市来说 稍微这么六个钱包凑一下 那么我们就搞一台BBA 整个家庭 整个家族都觉得比较有面子 但现在问题就在这里 对吧 我们一般家庭五年之内 不会考虑去换车 但是现在电动车来了 之前买的那台车 本来说开个十年 二十年还挺香 但现在的话 别人都开电动车了 你说这车是换好呢 还是不换好呢 对不对 不换嘛 觉得这个面子上有点挂不住 但是一换起来 这又是几十万的金出 你这个 现在换车 你那个狼油车 拿出去卖就不好卖了 不像前几年换车 我再加点钱 就还可以买个不错的 但现在你拿出去卖 折价比原来要折得多 因为大家都换电动车 你说这咋办呢 又是一大笔开销 这个就是我说了一个问题 其实阶层一直以来压力是很大的 一直是有流动的 是会稍微有一个方向变化 你原来的财富 它就流动了 就蒸发了 是吧 这就是逆水行走不进走 所以说做人的压力是很大的 特别是绕了30岁到50岁之间 这是该你挣钱的时候 你还是不挣钱 大家说了又都是你 比如说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年纪都跟我差了波 那骂谁呢 还不如就骂我们这么大年纪的人 对吧 你又不争气 你这么没用 是不是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聊到这里 以后大家就要听我的 健身游泳 考虑一下 你就说虽然我这个 其他挣钱不行 但是我腰好 因为我每天健身游泳 腰比较好 是吧 这个各方面这个身体 只要跟身体有关 我都表现不错 是吧 都不会每天很拧 是吧 这个比挣钱来的方便一点 反正有去练 这个身上总是会长漏 总是能够减肥 总是能够增肌 好了 我们就不扯了 我们总结一下 就我们说 从特斯拉降价七万块钱 开始说起 很多朋友说 好远 电动车不爱 特斯拉杀不住 这种杀不住的车 在中美关系底下 说不定哪天买了被砸了 跟我没关系 其实不对 关系大得很 特别是这种时代变局 我们看两三年前 我做节目 我提到 我的电动车 可能是一个趋势 很多朋友在底下骂 但是我们看 现在 大多数朋友 开始转向骂 这个汽油车没用 这个 你看一下这种时代的这种变迁 然后我们看到 特斯拉进入中国市场以来 Model 3开始降价以来 这种 这种 这种SUV 又偏向于轿车型的这种 然后再推出一款Model Y 然后又开始降价 然后我们这国内的这些车企 销量开始不断的爆发 然后挤压 甚至说十万块钱以下的车 也开始全面转向电动车 然后我们看到背后的利益 这种 它一旦绞进来之后 我们看下背后几千万人的 包括说几千万家庭的 这个整个生活方式 整个拿工资的方式 包括背后这些十几个 厉害国家的利益的这个戏牌 同时都要进行了 而且会很快 因为特斯拉 它一旦开始量产之后 就是今年明年的事情 其他的BBA 那些日本的那些车企 Toyota Honda这些 未来一两年的压力 你可以觉得 他们每天可以去开会 去研究 包括说中国的合资车 这些车厂们 包括他们的职业底下产业功能 就是下一份offer在哪里 下一份工资再从谁的手上拿 从哪个国家 哪个公司手上拿得多一些 就是这么大 然后我们每个家庭 也要考虑下一台车 应该买什么样的电动车 是不是 好的 那我们这个片段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这个 我们这聊路播加直播 聊的时间有点长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喜欢的朋友 也一定要记得关注 要不然的话 就没有这么深刻的思考了 是不是 就学不到健身游泳了 是不是 好 我们这期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